走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死 只要我一个电话 你就会立刻飞奔到我身上 晓晓 你到我这边来 清秘书会不会发现啊 好笨蛋 你真的是好笨蛋 你不知道吗 最危险的地方 才是最安全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你们家有没有绳子什么 绳子 寒衣好像有 在 在那个柜子里 挂在下面 那边吗 这有绳子 这是干什么呀 你想想啊 万一一会儿是迟茂那小子回来了 那你肯定拦不住他呀 如果让他再去跟郑宝珠求和 那我昨天打巴掌不是白挨了 不行 把一个大男人囚禁在我的家里 岂不是非法进货 晓晓 你是我的男人 我会保护你的 好霸道 好喜欢 通明 通明 嗯 你干嘛呀 快点 帮我绑一下什么 来 哦 多绑脸道 好 我试试脚啊 再帮我绑一下 好 对了 通明 你得答应我 无论如何 绝对不能给我送宝 听到没有 嗯 我答应你 绝对不送宝 乖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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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消息 都整整一夜了 宋总柱和金秘书已经快急疯了 郑小姐 滚 我让你滚啊 宋小小 一定是宋小小 真是阴魂不散 迟墨 迟墨 我会让你后悔的 委也可以 没有 我给你轻上了 你得救抖了 你得救抖了 好聪明 怎么回事 迟大爷 我给你做了丰盛的午餐 看来 我是被郝小姐 你非法人生禁锢了是吧 怎么能这么说呢 小小说了 她是自愿的 而且我又没有虐待你 好吃好喝给你供着 怎么都不能说是非法禁锢吧 而且你看 我为了照顾你的口味 我专程 我特地做了你最喜欢吃的 我看是宋小小那家伙喜欢吃的吧 我的口味 还没有沦落到这种程度 太处吃了 郝聪明 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马上给我解开绳子 否则 后果自负 不行 小小说了 不能解 黄聪明 你知不知道我在这里待一分钟 我的企业要损失多少钱 我告诉你 从这一刻算起 你倾家荡产都赔不起 你哪都不能去 你少威胁我 我是配不起 正想想配得起 好 但就不好意思了 你干嘛好聪明 你疯了 走开 走开 起来 啊 啊 妈呀 jeune 你没关系 你了 骂子 看看 易 Beer 晓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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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有没有怎么样 我没什么事 就是身体酸痛 迟墨刚刚没有为难你吧 快点帮我解开 不知道 迟墨这个人真的很难缠 要不是我机灵 今天就要吃大亏了 怎 怎么还没解开 不好意思 我打了一个死结 我先拿简单 天王盖地虎 天王盖地虎 包 包 打正合药 好 你个冒牌货 竟敢冒充我们家晓晓 要不是我好聪明聪明 今天就真的被你骗了 聪明 我是晓晓啊 你饰演得很像晓晓 但是我跟晓晓之间 有我们两个约定好的暗号 你不知道暗号 所以你不是宋晓晓 你们两个还真会玩啊 好聪明 我最后再告诉你一遍 我今天有一份 很重要的合同要签 如果今天晚上之前签不好 十世纪三会损失两个亿 两个亿 你懂吗 你说的是真的 你觉得 那我也不能放你 晓晓说过的 那你把电话给我 我给金秘书打个电话 让他把合同送过来 不行 如果我给金秘书打电话 金秘书就知道你在这儿了 我要想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你把合同的名字告诉我 我去公司替你把合同拿过来 好 谢谢师傅 不客气 说 你到底看没看见你公司 绑架过我的绑匪 他怎么会在这里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不是让你避避风头吗 大哥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 想给你借点钱周转一下 你看 给你打电话吧 你又不接 我这不 就亲自登门拜访了吗 你是不是又赌去了 我告诉你的话 你低一调低一调 你再给我这个事 小心我灭了你 大哥 我这不也是没事干 和刀疤见面的那个人 苏和眼柔 大哥你是过来人 你懂的 有的时候毒瘾一上来啊 心痒难耐 这是最后一笔钱 你给我拿它 赶紧给我滚蛋 谢谢大哥 好 好 好 我是迟梦父亲那场车祸的目击证人 刀疤是绑架我的人 刀疤跟那场车祸有关 刀疤又出现在迟氏集团 这意味着什么 难道制造那场车祸的人 是迟氏集团内部的人 不行 我要给迟梦打个电话 不对啊 迟带还被我绑着呢 师傅 跟上前面那辆车 还有 不要被它发现 好 喂 老大 我好像被盯上了 废用 早告诉你条低调 喘祸 你听着 不管是谁 把他引导是什么别说我那边 会有人接应你 务必要控制对方 好 师傅 好 我们问郊外看 好嘞 你为什么去找他 都说话 我的猪虾 你为什么去找他 你为什么去找他 找他做的团工 也不做的 我不要去找他 王八 你说我 我真是个人 金鸡啊 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聪明 聪明 喂 聪明 你去哪儿了 什么 不是 你现在具体位置在哪儿 好 你听我说聪明 你先别着急 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我现在马上就过去 好吗 嗯 你这个复兴汉 你有脸泡妞泡到我们家来了还 你这个复兴汉 你有脸泡妞泡到我们家来了还 ا 你自己已经进入了 你这边躲着 我把这边躲在哪儿了 你自己走在哪儿了 整个圈子的笑柄 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 郑宝珠 你冷静点好吗 我告诉你 你现在不出现 我就从实施大楼上跳下去 行 我现在马上过去 你不要干什么傻事 好吗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请稍后再拨 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你来 刀疤怎么会跑到 池墨别墅附近来呢 一定有阴谋 郑宝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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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让我死 只要我一个电话 你就会立刻飞奔到我身边 你没事了 我能有什么事啊 你 你刚才不是说 你要停留自杀吗 我要是真自杀了 岂不是便宜你和好聪明那个见女人了 看你那么紧张的样子 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郑宝珠 原来你是骗我 你竟然用跳楼自杀来骗我过来是吗 我 我就是想见你一面 我答应你 从此以后不会和你耍任何手段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郑宝珠 你还不明白吗 我们的感情已经变质了 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我告诉你 我现在爱的只有好多名 我不明白 我只知道我不能没有你 你要是和我分手 我立刻从这儿跳下去 我死给你看 你跳啊 像你这种自私自利的人 我不信你能舍得下一切为我跳楼 别的也信你 迟梦 迟梦 你回来 迟梦 这样都抓不住你 看来我们注定不是要在一起的人 我还要继续吗 好 奇怪 明明有人跟着我的 我的感觉不会错的 确定我好 晓晓 韩逸 不好了 我好像被坏人跟踪了 我在池墨别墅附近 快来救我 好 好像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人 看来是我想多了 又见面了 别动 别动 不管你是池墨还是宋小小 总之聪明出事了 出事了 我刚刚收到了聪明的短信 他被人跟踪了 我打他电话打不通 喂 喂 郝聪明你这个蠢女人 你现在在哪儿 你长得有高兴 太小了 有一群人 来 我可能怎么没听他 你做什么 ningún tipo 就是你干吗 啊 那女的我已经抓到了 怎么处置 很好 暂时被动 我的人马上就到 我聪明跟宋晓晓到底说过什么 宋晓晓你应该知道吧 聪明跟你说过什么 她的下落 患者多数遭受过巨大的创伤 或者遭受的突如其来的沉重打击 康晓晓出现的契机跟规律是什么呢 契机规律 契机规律 第二种人格的出现 都会有一定的条件 每次你作为主人格 请过来的时候 会有发生一些什么事情 啊 是有流行语的 是吗 还是不行啊 不是 应该不是流行语的缘故 画一看 难道因为我孕血 是什么 试试看吧 只要能救聪明 没用 到底会是什么 宋晓晓你怎样才能出来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宋小医都是让我这么做 迟墨 迟墨你要冷静 聪明现在有危险 没有时间再拖劳 你要冷静 冷静想出一个办法 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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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跟这个戒指有关 宋小医 你给我听着 我第一次希望你出现 我告诉你 聪明现在有危险 只有你知道他在哪 正面想到 你还能来到这见我 我来找你不是跟你讲过来 那你是在干吗 想我 聪明有危险 告诉我他的你 聪明有危险危险 发生什么事儿 我拜托你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 告诉我聪明在哪儿 我只想批批安了 把他带回来 我告诉你 聪明是我的女人 我的女人我自己会去 告诉我 好聪明 道理在哪儿 我警告你 马上放开 聪明在别墅里 不要耽误我的时间 我应该去救他 你 我不放心 好聪明 聪明啊 我告诉你 我的女朋友不用你操心 你 苏小小 我 我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 我能办到的事儿 不叫你动了些事儿 沈默 我真没看出来啊 平时你装得这么清高 原来是一个 喜欢觊觎别人女朋友的伪君子 你 是不 可 可 我告诉你 不认识 不管你怎么说 聪明现在有危险 而且是因为刀疤所受的危险 跟我有关 所以我有责任去救他 好聪明 那就等我救出我们家聪明 我再给你算这一账 好聪明 还好 我爱开车 你还挺乖的 你能不能为我 好聪明 很厉害 我认识你 看童银是在这儿被跟着了 快点 快点 这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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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晚了 你在我家里想干什么 我跟你说 别坏了我的好事 不然 白刀的紧 红刀的处 齿大爷 你仰尊处优 这种小喽喽让我来 不用你插手 给我回去 看一头 改抖了 praw 真 大龍 小喽 molecule 小喽 小心 晓晓你吓死我了 我差点以为再跟不到你了 我没想到我妈没有结婚 我还没有给你生猴子 就这么挂了我也太悲惨了 郝丛颖 你是不是有病啊 什么 迟墓 你刚才不是还是晓晓吗 你占我便宜啊 迟墓 你没事吧 聪明 无论晓晓啊 我们八蛋迟墓 敢抢占我的拥抱 该死的迟墓 为什么我争夺不过你了 现在我只能以OS的形式出现了 上 不过 快 坐好呀 晓晓晓晓晓 别 别 晓晓晓 快走 快 你等等 好 好 好 喂 我已经给金秘书 打过电话了 他一会儿就过来保护你 聪明 你记住 一切要听金秘书的安排 别再给我上办法了 听到没 迟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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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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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墨怎么变得这么能打了 是为了救我吗 明明就是同一具身体 可里面竟然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灵魂 我现在 到底是在担心迟墨 还是在担心晓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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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腻毛 好 肃毛 不行 你怎么能关心 我 对七天 对七天 不是干嘛呢你这是 你给我脚 给我脚 你可是我们正式集团的大小姐 不是 你看看你现在 这 这 这 成什么样子这是 爸 迟墨他不要我 他为了一个打工妹他不要我 我知道你咽不下这口气 爸爸一定会帮你摆了一局摆回来的 喂 这不是吗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见一面了 小小 小小 如果你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人就好了 这样我就能跟迟墨 还有郑小姐划清界限 宣誓给你的主权了 现在这样一声不吭跑去解除婚约 迟墨醒了会去求和吗 他又会不会对你打击报复 我 谈个恋爱如此狗血曲折 简直是韩剧女一号的待遇 我现在才知道 这个女一号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你醒了 我给你准备了早餐 你没事就好 我当然没事了 有你保护着我 我当然没事了 晓晓 还是你的拥抱最温暖了 怎么了 是不是我哪里弄疼你了 你认错人了 你是迟大爷 完了 为什么迟墨的拥抱 现在和小小的感觉一样温暖了呢 你 你是迟大爷 你就喝这个玉米粥吧 医院附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 我就在路边摊随便买一点 你能吃什么 那个是 这个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 专门准备的蛋糕 我亲手做的 凭什么我只能吃路边摊 她就能吃你亲手做的东西 再说了 昨天是我因为救你受的伤 又不是她 好好好 迟大爷你最厉害了 不就是一个蛋糕嘛 有什么好争的 不过 你真的要吃吗 我吃 感觉怎么样 好吃吗 种 种 种甜 我都说了 这个是我给我们家小小准备的 她喜欢吃甜食 你非要抢 有没有水 没有 探视时间结束 护士 护士 我一会儿想做个血糖测试 没问题 你是说 你的双重人格极有可能跟这枚戒指有关 这枚戒指不是普通的钻戒 上面这颗是陨石 我不知道它对我的人格分量有没有影响 但是我前几次亚人格出来的时候我都带着它 而且昨天我拿电流字迹上面这颗陨石的时候 我竟然成功把她叫出来 那看来这枚戒指上 一定蕴藏着一个特殊的能量 志强 你记得建议我拿给谢博士去检测一下里面的成分 好 数据传过来了 谢不是说这枚戒指上很有可能蕴藏着一种 不稳定的磁场能量 不稳定的磁场能量 这枚戒指你是怎么弄到的 这是我家祖传的 就人类目前科技而言 对宇宙的了解不过是沧海一宿 我可以猛攻地告诉你 这枚陨石戒指 上面含有来自宇宙的神秘力量 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可以缓解焦虑 这也符合你的亚人格出现的原因 由于你遭受的意外打击 从而使你的精神状态处于一个不稳定的边缘 而这枚陨石戒指 刚好可以释放你的这种压力 来释放的方式是通过分裂 拧出你的另外一部分人格来为你减压 你的意思是 这枚陨石戒指 才是引发我人格分裂的用意 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 你的病或许能好 我觉得 我们可以试试把这枚戒指消磁 消磁的话 我另一个人格就会消失什么 如果把这枚戒指的功能毁了 你的病也许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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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我们也许可以试试 将这枚戒指消磁 如果有这种办法让你消失 对你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但是 你真的是时候离开了 因为以前的我 一直逃避自己的感情 现在隐藏 但是现在 我需要一个独立的 完整的我去追求好聪明 查明真相 谢谢你帮我推的婚 虽然说了手法幼稚可笑 但是剩下的烂摊子 冒在我身上 我需要一个独立的 你先去 走走走 不好意思 宋总住 好 小姐 出去啊 我有点事 你来找我吗 对 听金秘书说 前两天你跟石墨在一起的时候 遇到了劫匪 他还受伤了 是吗 我这个表弟只保喜不保佑 就怕我和姨妈担心 可是你说 他整天把什么事都变在心里边 我也查不到真凶了 所以我恳求郝小姐 能跟我实话实说 但是 这个 你看我 乖心测乖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我也不为难你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不愿意 只是 因为我遇到了之前 绑架我的那个绑匪 他好像在跟石墨集团 内部的一个人接头 我想跟踪他们两个 但是被反跟踪了 所以 才领了一道石墨 你是说 池氏集团有内鬼吗 没错 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的背影 非常地眼熟 但我认不出来是谁 听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说 那个人好像以前也是一个赌徒 不过具体我都不记得了 因为之后我们跟绑匪 大战三百回合 我紧张什么都忘了 又是能够认出那个内鬼就好了 这样石墨也可以早点抓到凶手 我也不用那么提心吊打 要是 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谢谢您 你先忙 对了 还有 今天这个事 就算是无亚的秘密 你别跟石墨说 省了还担心 好 好 好聪明说 看到脸上有刀疤的男人 来公司 跟公司的内鬼接透 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猜测 策划三年前那起车祸 以及现在的绑匪 就是咱们公司内鬼的人 看来咱们公司的人员 应该彻底梳理一下 金秘书 这件事就辛苦你去办 好的 老板 还有 您在媒体发布会上 单方面和郑小姐解除婚约的事 郑总需要您给她一个说法 而且 您最近的好几项提案 都被董事会否决了 好像是郑总在背后操作的 金秘书 事情得一件一件地解决 董事会那边 要的无非就是利益 你帮我去安抚一下 郑总那边 我会亲自解释 好的 去吧 喂 妈 什么 行 那我马上过去 好 阿姨 你也在啊 郑小姐 今天这个 不是约我来谈公事的吗 阿姨 今天池默必须给我一个交代 我们两个他到底选谁 郑宝珠 看来你已经生圈耽误了 儿子 这 你好好管管你那宝贝儿子吧 池默 你清醒一点 宝珠才是我认定的儿媳妇 妈 她已经跟咱们家没有关系了 池默 你三番两次招惹宝珠 啊 病婚了又退婚 不 你让她以后还怎么做人 让我们郑佳仁的脸往哪儿放 郑总 您消消气 我一定会让池默给您一个交代 交代 我看没必要 池默 我是看你是个有用之财 我才一直帮扶着你 没想到 你这么不知财区 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了 池默 还不快给你郑伯父道歉呢 够了 我跟聪明 是因为爸爸三年前遗失的 陨石戒指相识的 我们之间经历了很多 直到现在这一刻 我终于可以执持自己的感情了 我爱的是郝聪明 池氏集团也好 董事长的位置也好 我都可以放弃 但是郝聪明 我是绝对不能放弃的 池默 咱们走了 瞧 郑伯父 适配 池默 池默 你站住 你难道不怕我把宋晓晓的事情 说出来吗 宝珠 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 但是我从来没有否定过 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可是 我们真的是不合适 我不希望你用利益 和放下自己的自尊 来换取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你是个好女儿 你应该长得更好的 对不起 池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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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 爸爸一定会替你教训她的 爸 算了 我今天算是彻底明白了 爱一个你不值得爱的人 根本就是自取其辱 我值得更好的男人 是他池默不配 手刀被你拉断了 池默 我真的 我真的好佩服你啊 演技毫无破绽 连我这毫无相关的人 都被你感动了 你以为我刚才是在演戏是吗 难道不是吗 难道不是在给我们家 晓晓收拾烂摊子吗 马上收拾东西 跟我回别墅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让你马上收拾东西 跟我回别墅 李悠 本姑娘不是那么随便的人 你撞破公司 内鬼跟刀疤的事情 已经暴露了 现在刀疤逃脱了 你随时都有威胁 别说那边安全叙手比较高 再说了 你是钻石匣的主创 回去也能好好工作 梅克拉米那边 我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 会叫你会迟迟继续工作 我不去 我答应过晓晓要离你远一点的 晓晓说你是黑洞旗帜 你以猜技容易昭黑 而且吧 按照霸道总裁和评评你的传统设定 不容易躺枪 你以为现在观众不是在弹幕面前 骂我绿茶表啊 所以 不去 好聪明 我告诉你 如果你要给我撇钱关系那好 你永远都不要再见宋晓晓 因为在外人看来 我跟宋晓晓是同一个人 我说错了 宋晓晓 她连一个完整的人都算不上 所以 只要我想 随时都能让她消失 迟梦 随时中蕴含的能量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完全消除 可能需要进行三到四次的消磁实验 目前我对戒指进行了第一次消磁 你拿回去 看看效果 对 宋晓晓 之前我很羡慕你的肆意妄为 不过今天 我也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肆意妄为了一次 你做到的事情 我也一定能做到 唐花给我拿个苹果 好 我去看门 我去看门 你好 这是什么意思啊 这干嘛啊这是 把你的手机给我 我要安装定位设备 还有 这里的手势都安装了定位仪器 我需要你随身携带 因为我要随时知道你的项目 什么 你也太夸张了吧 我这里就是一个公寓 给你搞得像零零戏一样 你在我家干嘛呀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处境 别墅可以不回去 但是这里的安保系数 必须要收集 怎么还剩下呢 好吧 谁你变了 等等 现在聪明在我身边 我可以保护他 赶紧把你这乱七八糟的东西 给我弄走 再说 就那些人过来 能抵得过我的唐家全吗 我没有不相信你的全法 我只是不相信你的智商 别别 哪里的快递 聪明 你看他 他讲的是实话 这儿有一笔钱你先拿着 找个地方躲一躲 记着 短时间以内不要回来 行 这次的事我听你了 是我把人家有点冲动了 是我把人家有点冲动了 你放心 以后 别不会给你添麻的 谢谢了 干净的 换得干净的 嗯 还要干净的 系列产品的海报 就要拍摄了 孙岁小那边的行程 你赶紧敲定一下 我去挖过 除你能看到 那边 因为我也是 你不是就这样的 惫着 不错 好 也行 晓晓这次好久都没有出现了 怎么了 有问题啊 不是 能不能晚几天啊 我 我也不知道宋晓晓什么时候出来 出来 什么意思啊 他莫不是出事了 被抓进去了 咱们公司可不能有劣迹明星啊 不是 当然不是 就是 宋晓晓的档期不太固定 反正呢 你尽快 等着这个代言的小鲜肉啊 可都排着队呢啊 就算坐牢都可以探视 知道行妻还有盼头 可是晓晓 你什么时候出现我不知道 跟你在一起又时刻担心你会消失 你从来没有消失过这么久 是因为上次受伤太严重了吗 娜 这次你帮我顶着 我不会亏待你 出来之后呢 我做大佬 你做大嫂 你跟着我吃香的喝辣 你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啊 那我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来探监 娜 你这样我很难做的 你知道现在 外面那些诱惑 是很多的 你这样要做的 好聪明 你不能再这样悲观 被动 作为一个浑身正能量的美少女 你必须主动出击 山不来 我就去 小小 不出来嘛 我就 哎哟 偷偷摸摸的干吗 要进来 进来 谁偷偷摸摸的 我就正大光明地走进来 给你谈到工作上市 天王盖地虎 你又有病吧 还是迟大爷 那个 作为跟晓晓朝夕相处 比我这个女朋友 还要了解她的男人 你知不知道 怎么把她召唤出来 知道 真的 那你可把她召唤出来吧 靠聪明 我告诉你 我 持墨 才是这具身体的主人格 宋晓晓的出现 只是给我的生活增添了一些负担而已 是 我知道持大爷你日理万机 但是我现在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联系晓晓 只从晓晓上次把我从坏人手里面救出来之后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她 那很好 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好事啊 好事啊 迟总 钻石霞的宣传照马上就要上市了 可是晓晓没法出来 这个是您的生意 为了您的工作 为了集团的荣誉 能不能麻烦持大爷 持总 持大总裁您召唤他出来一下呢 我拒绝 我拒绝 只是 你还有事吗 别人出去吧 脸上带刀疤的男人死了 脸上带刀疤的男人死了 你确定吗 应该没错 尸体是在郊外发现的 身边留了一封遗书 说是因为欠了赌债来勒索一笔钱 没想到计划失败了 他害怕被报复 所以就自杀了 没想到计划失败了 他害怕被报复 你确定吗 你想一想 一个穷凶极恶的赌徒 甚至连绑架案都管做 怎么可能这么轻易自杀 老板 您是说 是幕后的人做的 现在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要想找到幕后黑手 就要等他在此出手 对了 金秘书 你一定要保护好好丛林的安全 懂吗 咱们家晓晓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咱们家晓晓到底什么时候来啊 别人家的宣传照都拍了 就等他了 他要是不能来 我们也只好换别人了 不要啊 宋晓晓和池墨长得那么像 如果他能来当代言人的话 那都有卸头啊 那你就把他约出来啊 不然的话我们这些小咖 也只能吃不了兜得走 我可不是小咖啊 我说过你会有危险的 怎么也不注意一下 陈鸣 你还是跟我回别墅族的 陈鸣 你还是跟我回别墅族的 我不去 我交给韩艺的房租还没当不行 那如果我答应你 代替宋小小拍摄钻石侠的宣传照 但是条件是你必须要跟我回别墅族 你会答应吗 成交 我说聪明 你真的要搬回池墨那儿去住啊 你走了 这满屋的黑科技怎么办 等池墨找到真凶了 我们就把这些全部都卖了 换到烧烤吃 聪明 我是真不放心你 要不跟你一起搬过去吧 我可以给你当天然保镖啊 别 你不知道池墨那个人有多龟猛 处女座画风霸道总裁 以前我坐他车的时候 他要把整个车全部消毒一遍 你要住他那里去的话 你让他看到你那脚丫子 在那地产上踩了踩去的 他们被你气死 那我可以在他们家附近 再买一栋别墅住啊 他那个地方吧 风水不太好 你知道我以前在他那里 被保驾过两次 所以我劝你还是别去了 万一 万一 万一八字跟你不合 诸事不理 诸事不理 走吧 我先走了 不过来 人家回来 走吧 拜拜 聪明 这聪明就是太没戒心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善良好吧 怎么说呀 这架出去的闺女就像泼出去的水 我估计聪明那个二百五 早晚会被池墨拿下